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昨凌晨一时时,台北市警方巡逻行津建国南路高架桥中校东路扎到处时,徒有热心计程车运将闽暗喇叭向执行员警市警摇下车窗,并大声疾呼前方黑色宾市车号6088,6088。 本市大安警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远警当时还不知发生何事,先驾驶巡逻车尾随在后,过程中远警再向运将确认,运将称前方黑冰室喝酒,喝酒双方继续沿建国高架街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行驶,此时运将依旧跟着巡逻车上高速公路,并趋近再次提醒运警对方在重庆北路交流道下。 运警怕在高速公路拦车危险,一路紧盯前方149架的黑色冰室车,直到对方下重庆北路交流道,运警才在重庆北路四段152号前栏下这辆黑冰室,发现在性驾驶车内有浓厚酒味,经酒侧发现它酒精浓度为零。 25MGL戴南C推称是2小时前吃羊肉卤与将母鸭警循后仁宜公共危险罪前将它移送现方侦办。